拿好你的东西 那样 没想到 初一遭遇了这么恶劣的事情 那两个女孩 会被学校通报批评 并做出检查 初一 她们虽然会为自己的错误 承担后果 但是以后你也要警惕起来 有一种欺负 叫做变相欺凌 爸爸 什么叫变相欺凌 变相欺凌啊 就是有人会利用我们的弱点 变相地要挟你们 听从他们的使唤 这也是一种霸凌 这些人呢 表面上看起来很善良 实际上是在践踏别人的尊严 你们遇到这种事情 要大胆地跟老师说 跟家长说 明白吗 真正的朋友 应该是相互帮助的 而不是一味地索取 明白吗 行 听不明白 先听着吧 去 上课去吧 完全收好啊 初一 走吧 好的 初一 爸爸 走吧 那王老师 我也走了 刘老师 您先留步 您刚刚讲那番话呀 特别有道理 我想 能不能您抽空的时候 可以来学校 参加一次亲子教学 就是班会课的时候啊 跟学生们讲讲 小知识啊 小故事 跟同学们啊 亲密互动什么的 我想您可以跟他们讲讲 遇到校园霸凌的时候 应该怎么做 行 没问题 那太好了 好 那我等您复制 好嘞 好 拜拜 再见 再见 早知道我就赌了 五千块钱哪 好可惜啊 我找你有事 别在那儿嘚瑟了 怎么说呢 姐就是开心开心急了 真是得意忘心 十五没事了吧 这小英宁肯定是老子 希望时间能冲淡一切 初一呢 那边又是道歉 又是退钱的 初一那边也应该没事 但是我们得时刻警惕 这欺凌是无处不在 对 我觉得咱们也得吸取这个教训 咱不主动欺负别人 但也不得让别人主动欺负我们 我您够 你光看那少年派我可爱很美 我母娘妈就不给你 爸妈 我这 我被我们咬了 这算不算战士替人 我这为了霸凌了 不能训练心理安慰我 你这不算 你这叫活该 什么呀 家庭暴力重体性难 你词怎么整这么多 你写作文的时候 怎么没见你整这么多词 那电视给人关了 能不能写作业 这下都得给我老实 哪儿呢 好 赶紧 回屋 这下都老实了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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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看电视 你刚才唱吗 就唱你 刘伯宝 宣布个事儿啊 我呢 被国宝他们班王老师邀请去 做亲子教育 爸爸你要来我们班讲课吗 对啊 爸 你还没讲课呢 你爸在外边 也是被人尊称一声刘老师的 行了 不就给孩子讲个课吗 看把你给嘚瑟成什么样 我嘚瑟了吗 嘚瑟得有点大 我可是第一个被他们学校 邀请去讲课的家长 行行行 刘老师 你威武 你厉害 妈 一会儿我就不帮您刷完了 我得回去备课 备课 备课 我发现你逃避劳动的理由挺多啊 你给孩子讲东西 你得认真对待 马虎子我 下一代 关心到下一代的成长 你不认真不认真 你不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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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老猴王啊 年龄越来越大 年轻的猴子 不断地向他发起挑战 终于有一天 老猴王战败 族群里所有的猴子 都欺凌他 到最后呢 还把他赶出了族群 孤独地 在荒郊野岭死去 大家说 这个老猴王可怜不可怜啊 不可怜 这就是霸凌的节目 我们都很同情老猴王嘛 对 对 所以我们对身边的人 就更要有同理心 你家庭条件好 身体强壮 并不代表 你就能欺负人 相反 家里面条件好 身体强壮 才更应该帮助 身边的人 你们是愿意做一个 欺负别人的孩子 还是愿意做一个 帮助别人的孩子呢 帮助别人的孩子 我们都是好孩子 主要是国宝爸爸 准备得很充满 好 这是什么呀 欢迎 对了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小话 很有误实 刘老师 谢谢 谢谢 我们再给刘老师 掌声好不好 好 好 刘老师 您讲得真的是太好了 其实我特别紧张 又怕孩子们不爱听 没有 他们可喜欢您了 对了 刘老师 您介不介意 我把刚刚拍的视频 留档 没问题 没问题 那您也不介意 我发到群里吧 发 随便发 太好了 那 有哪位同学 想跟刘老师合影留念的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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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一 三 三 一 这才消停几天 怎么又有炸锅 随着这个老猴王啊 年龄越来越大 真把视频发群里了 王老师 这个家长去讲课 学校有活动通知吗 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啊 瑶瑶也问我了 我就想问问 这个活动是需要报名的吗 对呀 我们老高是副主任医师 可以讲传染病预防 是啊 我们家老肖 那么大集团公司的副总 讲个课 那也是没问题的 本人博士学历 讲课这种事情 对于我来说 简直就是价钱就赎啊 这个也觉得呀 呃 各位家长 今天这个家长来学校 讲课的活动 是我想出来的 家校互动的一种方式 呃 国宝爸爸今天来讲课呢 也是第一次实践 今天实践过后 年级组裁正式批准的 如果有家长之后 也想来讲课的话 可以在群里报名 为二顺势安排得好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王老师 我们报名 我随时有时间 我也是 我也是 真的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啊 哎 哎 哎这是怎么都成这样了 可是你这下午没看那群消息啊 下午在下赶稿子呢 没注意 这回啊 你可是把家长们的胜负欲 都给调起来了 那没办法了 是吧 你以为这是好事啊 那这有什么问题呢 你在大家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受王老师的邀请 去给孩子们讲课 你不觉得别人会觉得 你和王老师走太近吗 不是 这又有什么问题呢 你和老师走这么近 你觉得别人 不会胡思乱想 我看是你想多了吧 在职场中的大忌 就是你和领导关系近 别人被蒙在鼓里 可这王老师 并不是我领导 可是他是你孩子的领导啊 我看你这是 宫斗剧看多了 好好好 希望是我想多了啊 行行行 我也注意啊 这让王老师 别再发视频了呗 宝贝 今天周文汉爸爸 来给你们讲航天知识了 有意思吗 我不知道呀 我都睡着了 你怎么能睡着呢 哎呀 又不是我一个人睡着了 好多小朋友都睡了 我鬼 为啥子要大力发展航天事业来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今天 我将与大家分享三个方面的理由 说明发展航天事业 对于我们国家的重要性和意义 首先 从政治方面讲啊 大力发展航天事业 能够提高我鬼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 太空技术的突破 和航天实力的提升 将使我鬼在国际事务中 发挥更重要的角色 我们的航天成就 将赋予我们更多的话语权 我真的要无聊 使我们的声音更有分量 这样可不对啊 周文汉爸爸精心准备的 你要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啊 再说了上课睡觉就行吗 知道啦 可是真的好无聊 哎 姐姐 我有正事 给你三十秒说正事 你看没看群里 讨论他们班家长 都讲客气了 然后呢 我在想我是不是 也去报个名 你会讲什么呢 讲如何做一个 优秀的骂宝男妈 一张嘴就怼人 一张嘴就怼人 这么多年了 自己毛病一点没改 还说我呢 什么叫我就会讲 做个妈宝男 我妈宝男 我渐天往您这儿跑 我回家找妈妈不就忘了 真行 王老师 我是马子恒爸爸 我给马子恒妈妈报名 好的 马子恒爸爸 我会给子恒妈妈 排上时间的 我看看你能讲点事